这一台车的话 它就真的是靠设计 对 来跟大家玩 我那20多万的 还是全手动 虽然车不贵 细节还是满到位的 细节都给你了 奇亚 真正意义上的一台纯电的车 新车来的 去年的广州车展上面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台奇亚的EV5 当时在展台的话 整个感觉非常棒 因为它那时候已经出了价格了 起估价只是不到15万 就已经有530公里的续航 其实现在很多新车 特别是新试列造车 可能外形上面都讲究一个 什么科技的感觉 包括内饰上面也是非常科技 但是像这一台车的话 它就真的是靠设计 来跟大家玩 所以比较特别 那时候就记忆很深刻 先看一下造型的细节 它其实前脸设计 还是奇亚那种 比较擅长的虎啸式的前脸 但它现在就是数字化的那种虎啸式的 就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多了科技感吧 因为它是电动车 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 前面隔三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其实只有一个空调的入风口了 细节上的感觉还可以 还可以 这种装饰看着还是挺高级的 而且以这个十来万的车架 它现在已经给了你一个磨砂的车漆 这种漆面的感觉也不一样 奇亚的设计我一直感觉比现代要好很多 很符合大众认为的 如果有看过就是2023年的那个全球的品牌销量的话 其实奇亚是排在前十的 因为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另外就是设计感的话 它是设计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吸引力 这可能也是它和日系车的一个区分吧 一个市场定位上的区分 可能更偏于年轻点 特别的是它的A柱这一块 也用这种装饰版 这是另外加上去的 应该是显示它的粗犷感 有这种野性的这种视觉感吧 下面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防撞 感觉上还是比较整体 没有说什么特别说用力过度的 有一些车雕龙当风 用力过度嘛设计上 但是它这个不会 对 像这个镀铬的条啊 其实用上这种哑光的设计也还好 而且它面积不大 它只是给你点缀一下 这个把手呢 就是隐藏式的 不过就不会电动伸缩 就是还是要你自己按一下 手感还OK 还可以 官方的感觉还不错的 而且我看它虽然说车价很便宜 但是缝隙应该都还可以吧 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这个充电口是在车头啊 我觉得方便性的话就不如车尾 这个美式的那种设计 我那个也是车头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他开车 喜欢往前 喜欢怼进去嘛 对 因为这个车是在美国卖的 对 它是在中国为中国设计的 其实也是第一款 但是它准备全球卖嘛 对 美国也卖 估计美国可能卖得更好 卖得更多 对对对 但是科技感也是满满的 怎么按一下 全电动啊 对啊 全电动 这个车窗还是夹层的 对 高配是夹层 低配就不是了 对 隔音还是有好处 但是它这个夹层玻璃里面 也算是比较薄的 是 没见过这么薄的夹层玻璃啊 哈哈哈 打开这个车头盖啊 前面是有一个 不算特别大的储物格 60多升 嗯 这有60多升吗 对 67升 大了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小行李箱的东西嘛 最特别是它在这个位置 它还专门做了一个造型啊 这个好夸张 刚好扣在里面 它应该是不是避免风罩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应该是减少噪音用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相当一个共鸣箱呢 这个设计其实挺少见的 包括特斯拉也没有 是 我们上次试这个Model 3 我们就吐槽一下嘛 就说它没有配一个胶垫嘛 是吧 这个容易可能割伤东西嘛 你看这个车它就原厂自带胶垫 虽然它只有十几万啊 但是它这地方还是没有省 这地方还是软的 一般很少有这地方用软的 它可能压过来的时候刚好 贴合更好一点 它的噪音可能会好一些 虽然车不贵啊 细节还是蛮到位的 细节都给你了 这个前面整个都是啊 是啊 都是软胶 都是软的 你看这个地方专门有一个东西 再加密封罩 那前面这个也还会专门有一个 相机噪音 对 还可以 轮胎方面是配的这个紧弧啊 18送的胎 毕竟是韩国车企 所以用回韩国品牌 22560R18 这个尺寸上面就没有说特别的 东规东矩的 有水 底盘方面 后面也是独立的悬挂 也很规整啊 你看一看 现在电车基本上都能做到 底盘很平整 哎呀 但是有一些有改电的车的话 是吧 卖的很贵 但下面还是乱七八糟的嘛 对对对对 其实你看到这台车呢 它的电池呢 也不能做到说完全的纯平啊 它电池力质比较低一点 比较低一点 对对对 那这其实也是起啊 真正意义上的一台纯电的车 新车来的 这整个平台都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啊 对 它这个电池包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原因 其实是为了提升这个乘坐的腿部空间 这是我刚才也看到了 打开门以后 它这个车底的平台就比较低 对这个底较低 因为很多电动车的话呢 它是挺高的 是 这个车的话可以做的非常低 特别是以SUV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有这方面考虑 就是为了乘坐的舒适性 降低了一下电池的位置 电池包 那来到车尾啊 我觉得它现在这个造型 做的比前面更出彩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看 这特别协调 而且像一个MPV一样的 就是这个尾巴 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专门呢 这个部位是向后收的 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弧度 这个肌肉感挺强的 这样的造型 其实有利于它空间最大化 有利于尾箱 它空间更大一点 而且这个车灯 其实跟前面的相呼应的 那尾箱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电动功能 高配有的 空间不算是非常大 还可以 就看着有个400来深 但是主要是它这下方 它是有空间的 诶 这个怎么开 哦 哦 它带个机关的 它变成一张台 下面是有空间的 然后前方这里呢 也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就是相当于好多 玩露营的都省得改装了 直接给你设计好了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呢 不算说非常非常的出众 但是功能性上面是很强 而且你看到这地方 都有一些锚点啊 它全车会有很多这种锚点设计 方便你来进行一个 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锚点 它之所以把这个尾箱底部抬高 其实是为了迁就这个前方的座椅 所以扳平了以后 就可以实现一个全屏 玩露营的朋友就很有帮助 你看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磁吸 它是一个磁吸来的 磁吸的 对 你看 直接是可以睡觉了 哇 这个真平啊 这个应该 两个人没问题 然后去露营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对 放两个人 它这个坐垫它是有一个下沉的 所以它才可以做的全屏 对对对 它的坐垫其实可以活动的 对对对对 很多这个级别的车呢 它其实只能做到这样 对 就不能完全放下来 对对对 它这个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总体来说 设计是EV5很大的亮点 在千篇一律的流线型设计中 独创一种硬朗且浮古的风格 不管板金工艺 功能设计还是MVH的细节 都超越了一部十来万SUV的标准 是一部把功能美学深深融入到车型开发领域的一款电动车 简安 在这个数换